各位線上的女生 這個很重要 基本上呢 今天工商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 今天我要告訴你們 雙手不只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或許也是你的女朋友 然後他或許 也是姐夫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今天在我身邊呢 這個是愛愛 哈囉大家好 他也就是我的一個同事 也是跟Momo就是一起的 然後呢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他來跟我們講幾個故事 首先呢 我們要講的東西就是 大家都知道雙手非常重要 你為什麼在旁邊喝東西啊 我口渴不行嗎 大家都知道雙手非常重要 今天我要告訴你們 雙手不只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或許也是你的女朋友 然後他或許 也是姐夫 聽不懂姐夫什麼意思是不是 對啊 姐夫什麼意思 小黃瓜也是姐夫啊 聽不懂嗎 為什麼小黃瓜是姐夫 因為他 就是你可能自己 自己 那不就是男朋友嗎 他就沒有真的東西 所以就叫他姐夫啊 算了算了算了 就是你的雙手可能也是姐夫這樣子 姐很清純 哈哈哈哈 反正呢 今天呢 我要教你們說 各位線上的女生 這個很重要 譬如說你今天 去個男生家過夜 然後你可能早上起來 就是身邊沒有帶任何東西 然後你要怎麼辦 你說你什麼東西都沒有 例如說你走到路上 你就說 OMG我要跟這男人進去 我剛忘了畫腮紅 什麼都畫了 我就沒有腮紅耶 這時候怎麼辦 你不可能就是 生一個腮紅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去買一個 但是我現在就是要教大家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上巴掌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就是捏臉 你就要趕快喔 你看我現在就是可能沒有什麼 你就趕快在你的臉上這樣子 狂捏猛捏 因為氣色好不好呢 你知道女生看到 不要 你看 我現在兩邊都被我捏紅了耶 這非常好用 就是如果你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你真是很用意的 捏兩下 比如說你知道 五秒鐘之後 你家跟這男人見面了 然後想說 我忘記上腮紅 馬上捏兩下 馬上狂捏 然後就會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有 天然形成的腮紅 懂了嗎 這個非常的重要 所以下次呢 約會啊 或是有什麼重要的場合 沒有上腮紅 覺得臉色常白 OK 不要潘尼克 Don't panic OK 趕快拿起你的雙手 狂捏自我 對 就是上兩巴掌就好了 那你有什麼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我覺得 除了剛剛捏腮紅之外 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 腰最醇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沒有口紅 就是像我剛才講 身上又沒有腮紅 又沒有口紅 你抱你去幹嘛 你知道沒有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咬嘴唇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這五秒鐘就 狂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會自己氣色比較好 對 欸我也會咬嘴唇耶 因為你嘴唇 就會你看你腰要馬上 瞬間就會變紅啊 嗯 所以你都做 哈哈哈 所以你都用這一招嗎 對啊 就如果你真的沒有口紅的時候 然後你也沒有貨唇膏 就你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捏臉跟咬嘴唇 我真的覺得我們自己DIY也是蠻好用的 今天要 那瞬間就變美了 沒錯 今天 我朋友是不是都很愛甩髮 基本上呢 今天工傷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 然後手的部分 跟你牙齒的部分 捏臉以及咬嘴唇 就可以馬上救援你了 大家學會了嗎 好好利用我自己的body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然後記得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我們再見囉 Bye 大家會覺得這是廢片嗎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啊 我會覺得是廢片 什麼叫你會覺得是廢片 我覺得超實用的好不好 對啊 因為這個我都知道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是廢片啊 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OK 有一些小女生會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啊 我們現在就是要跟廣大的女性姐妹們講啊 對 因為我們已經老了 這段不要剪出去